要说2023年最火爆的剧那一定是狂飙 全员均为实力派演员 凭借出彩的演技让观众看到国产剧仍有盼头 更是以8.8分成为开年的一匹黑马 这部以男性群像为主的剧女性角色并没有太多露出 但完全不影响大嫂陈淑婷成为一抹亮色 陈淑婷扮演者高叶此次爆火并不是偶然 而是凭借她多年来的踏实演技 她演过黑道大嫂 演过警察的妹妹也演过风尘女子 演技就是在这一个又一个的角色中磨练出来的 在这些角色中她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演戏风格 陈淑婷这个角色上高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想 这才让这个角色能如此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高叶表示自己一直很想诠释陈淑婷这类女性 她出场的形象就是漂亮的 不仅是脸蛋 她独立有头脑甚至可以跟视力很强的人抗衡 虽然陈淑婷是反派 但许多观众能够与她共情 大家单纯地喜欢她的独立和强大 随着女性观众越来越自信 不依附于他人 这首执剑闯天涯的这类女性角色必然会成为驱使 对于试验陈淑婷的难度高叶说 不要总说难度 演员应该演绎好各种角色 我未婚未遇却要养孩子的妈妈 怎么办呢 我只能去对标生活里观察和感受到的母亲 其实最重要的切入口是陈淑婷是个活生生的人 把她的人生想明白就行了 剧中有非常经典的一段是陈淑婷用腰带紧紧勒住高启强的脖子 这段戏原本是陈淑婷上高启强 但在高叶的建议下改成了用腰带勒脖子 不得不说改过之后这段戏更加的有张力 这大概就是一个好演员会成就一部好戏 最终这部戏也将成就这个演员 出演狂飙之前高叶大多都是充当绿叶 但他从未有任何抱怨 也不曾懈怠工作 剧本到手他都特别用心对待 赋予每个小角色灵魂 真正做到剧炮脸令观众入戏不出戏 对每个角色都认真对待 才有许多哪怕是立业却成为一抹艳丽色彩的经典角色 高叶曾这么说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演员的艰难是要在等待的岁月里 坚守住自己内心的纯真来对抗这个世界的冷漠 多年来高叶做到了他的坚守 他也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也从没避回过自己要靠这种拼命式的努力成为影后的野心 对演戏的热爱是身为演员的高叶刻在DNA里的认知 凭借大嫂出圈后高叶在采访中被问到 高片酬和好剧本会选哪个 主持人华英刚莫他脱口而出好剧本 表示精神上的富足更重要自己的快乐 为了塑造出好角色 高叶没少在背后下功夫 他想要的始终如一 拿到好剧本好角色再透过多年来磨练的演技去完美呈现 也正是他的用心和敬业让导演看到了他这个潜力股 而面对那于争翻味的现象 高叶倒更希望能搅踏实的去演戏 因为只有为观众和自己交上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才是身为演员最成功的地方 从小角色到如今爆红 从不被熟知到人人皆知高叶总算是熬出头了 在一次次等待中终于迎完属于他的曙光 多年来所欠缺的小运气在狂飙中全部注入 正如当初将低谷中的高叶捞起 慧颜石珠认定他是精子的经纪人所想 高叶只是短暂的被埋没了 精子总会发光的 只要被发现就一定能实现他的价值 高叶守得云开见月明也该好好红一场了 命运自有安排生活起起落落 不会让每个人立即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但想成为大嫂一样的女人 一定要在等待的岁月里 用自己坚守的内心对抗过这个世界的冷漠 再相信明天时也认真地生活着热爱着坚持着